那請教一下周英俊老師 什麼手面向的人 歪腦筋動得特別快 他是什麼樣的人 比較容易動歪腦筋 我們來看看 像這種人內心比較邪惡 他是不擇手段的 有時候會非常的髒狂 這種人就是兩眼邪視 兩眼邪視的 因為我們眼睛如果說 一直都很正視的話 其實這種人就心比較痠 那如果說你看看那種 常常你會看他眼睛 都是這樣子邪視的 看一邊... 好像眼光八方四方 這樣子在看 這種人其實是不理想的 因為他心裡面 老是在想一些不好的想法 所以說他就是不會做什麼 剛剛講說 菌粥愛菜出雞優道 你是有良心沒有良心 良心其實有一點會叫狗咬 所以像這種人通常很容易 尤其是三角眼 三角眼睛 我們眼睛都是眼的對不對 那有一種眼睛就是 跟一個三角眼 頂上比較沾 鞋比較平 這種三角眼的人都是屬於 就是兩眼邪視 還有三角眼的人 這種人我們都是 如果看到這樣子的人 你跟他相處的話 你就是要小心 要預防他 腦...就是這個 歪腦筋動得特別快 是動到你的身上來 因為他們其實也滿聰明的 再來我們看看 就是這種人 沉悟很心 很深 就是北來都很多事情 野心算計 他其實有時候你跟他相處 不管是朋友 好朋友特別容易 記得 騙你的往往都是好朋友 來 如果是鼻樑起結 鼻樑起結就是 這個胖子 有時候會噴 好像一塊骨 真的 鷹勾筆這樣 對... 就鼻樑起結 如果說鼻子歪斜 有時候你看他鼻子不是直的 是歪一邊 有的因為外左邊 外右邊 都會有 有的是 喜歡現在說的就是那個女人 有的是喜歡賭博 這些都是屬於他有一個 不好的一個習性 再來就是鼻頭帶勾 鼻頭帶勾就是 有叫什麼鷹隔屁 鼻頭帶勾 鼻頭比較尖的這種人 通常這種人他其實聰明 腦筋動得快 但是只要 他其實有時候比較孤僻 比較自我一點點 但是只要他追逐欲望的時候 追逐欲望就是 他想要得到什麼什麼東西的時候 那就不得了了 他就是狠毒 不留情面 他不會給你留遺地 什麼那些良心 這個對帶他來講 沒有什麼所謂的什麼良心 他想要的東西 他一定會把那個腦筋動到 完全讓你沒辦法去 你沒有任何的這個叫做 擋手的遺地 所以說這種人你一定要注意 因為這個都很容易看得清楚的 再來就是 如果這種人就是 不顧道義 專門耍手段的 你看看喔 耳後腱筛的人 就是那個腮幫 其實我們要說的 你不要看那個 有時候它是肉 你那個肉的不算 因為老吃老 它一定會留下來 它會兩坨肉 那是沒辦法的事情 有時候你說我的那個叫什麼 蘋果雞這什麼 掉到哪裡去 它其實是掉下來 蘋果雞掉到下 對... 吃老就是這樣 因為那兩塊肉 是從上面下來的 地心引力的關係 但是你要記得 我們說的 所謂這耳後腱筛 它其實不是那兩塊肉 是兩塊骨頭 是 那個骨頭的話 你就要注意 還有就是 你嘴巴不正 嘴巴很薄又不正 就是通常我們說 嘴巴都是薄薄 那如果說你的嘴巴 如果說因為中風的關係 或是什麼 那就不算 那你一直就是這個 就是嘴巴不正的話 通常這種人比較容易 忘恩負義 你身骨面對越好的人 也就算他的好朋友 那你更要注意 因為好朋友才可以害得到你 一般人還害不到你 所以你要記得 好朋友 你對錢還是要比較暗 尤其是逸風 注意一下 好朋友 錢一定要注意 因為像我們這些沒錢人 都沒有關係 有錢人要特別的小心 老師你看艾菲爾老師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這個人面向可以嗎 他也有錢 沒有關係 他也有錢 恐怖平衡 對 但是這種人的話 他報復性特別強 為什麼你不能去得罪他 如果說你 其實你覺得說 我可能跟你開個玩笑 沒有什麼 但是如果說你那個玩笑 即使他對他來講 他覺得他不喜歡 因為有些人 小時候的某種原因 延伸家庭的某種原因 這一句話你認為開玩笑 他認為說你在笑他 那不得了 我跟你說 你一定會報復到底 所以這個就到後來 你怎麼死的 你在他身邊怎麼死的 你都不知道 所以像這種人 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他嘴巴不正 嘴巴不正的時候歪歪 有時候歪症 就是有時候上下這樣子 上下這樣子 都是屬於歪的 耳後腱腮 一定是骨頭 不是肉 肉不算 肉黃是好的 所以記得這些人 都是屬於歪腦筋 動得特別特別快的人 是動不好的腦筋的 那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財產可能會被轉移 而不自知 我們對觀眾朋友來講 我們自己 現在不是他們家的錢 是我們自己的錢 對 其實一般人 不要把提款卡印章交出去 就比較不會被亂移轉 今天還有一個說 特別注意 我們因為貪便宜 會用我們自己的手機 把身分證 信用卡 存折 密碼都照相照起來 免得忘記 隨時要用的時候 可以手機打開來這樣找 說千萬不行 萬一手機搞丟的話 對 整個都出去了 對啊 可是其實密碼 拍下來的人比較少 我們通常聽到密碼 寫下來都是詐騙集團 就是說交付帳戶 然後每個都說自己 我是怕忘記寫下來 其實找出去 會有一個狀況 是大家比較想不到 容易錢被移走 就是你不居住在戶籍地 像比如說像玉鳳哥 家裡可能比較多房子 沒有啦 艾美老師也是 假設我的戶籍地 在台北市好了 可是我實際上 那是我的投資的房子 那我住在雲林 不要不要雲林好了 住在台中 那這時候 因為有一個東西叫本票裁定 或是支付命令 意思就是說 假設 假設玉鳳哥欠我錢好了 假設啦 那我就跟法院說 玉鳳哥欠我錢 那法院就會問他說 玉鳳哥你有沒有欠 撿大尾錢 那如果他短期內沒有回應的話 那就會當成他真的欠我錢 所以法院會怎麼問 我叫五級 對 這個 對 所以法院就會怎麼問 就會寄那個 類似一個公函 去玉鳳哥家 那如果你不住在戶籍地 你就沒收到嘛 就會寄存在警察局 那如果過時間沒有收到 你沒有回去領 就當成你收了 然後你還不回答 那這時候就很可能 就是說 我可以 你就欠我錢啦 那我就可以開始賣 玉鳳哥的財產之類 把它賣光光 有歹徒已經這樣在操作了嗎 有 而且這個很可怕的是 他們會先寄一堆 很廢很廢的公文去你夾 假的 很明顯是假的 那你每天收得很煩 做得很煩 然後裡面夾一張 真正的法院公文 然後你就沒有 也有這種 然後就沒看到給它丟掉 或是像剛剛說的 你沒有住在戶籍地 根本就不會知道 被發這個支付命令 我朋友就遇過 真的假的 真的 他就是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 可是為什麼要戶籍 要放在那個地方 因為他那個是租給人家的 問題是他就是為了以後 他就投資客 他以後為了要賣掉 為了避稅 所以他就把他的戶籍 放在那邊 然後跟他的住客講說 你不能去報稅 不可以去申請補助 然後他跟這個政府機關講說 我是自住 所以我戶籍一定要在那個地方 他就是為了等說以後六年 有四百萬的這個免稅額 結果就遇到了這個事情 那真的很倒楣 幸好他的那個管理員 非常的聰明 那管理員是一個退休的警察 有一點概念 對 有一點概念 然後呢 親自送去新竹給他 哇 這一定要包一下紅包的啦 包紅包的 對 包二十萬 二十萬 讚 這樣跑得很值得啦 真的是 信仁你也有知道嗎 沒有 在幾年前 信義路有一個案件 那個屋子在美國 那在美國他也是跟這個 玉峰講的 他的自己涉及在那邊 那就委託外面的一些 租金公司幫他出租嘛 那就被歹徒盯上 歹徒就住進去了 住進去以後 他就跟屋子還有這個 都假照 一切都是假照的 假照以後 就剛剛講的 就用本票去弄那個 執行命令以後 他也就幫屋子用印章 就給他收了 收了以後屋子在美國 怎麼會知道 對啊 那收了以後就假執行 然後那個房子就拍賣 拍賣以後就賣掉以後 他就走了 走了又買的人 就變成 善意的第三者 等到那個屋子從美 善意的第三者 對 因為買的人他不知道 對 他不知道 他是合法的嘛 所以你沒辦法恢復原狀了啦 你只能去求償 那原來的租客 那租客他一定錢 已經都已經刷掉了 對不對 他永遠就是爛命一條啊 所以等到那個人 屋子從美國回來以後 什麼都沒有了 完全都空了 對 那我會補充一個 之前我有聽過 就是說 因為我們移轉房子 不是要硬件證明嗎 那硬件證明 第一次要自己本人申請 第二次之後就不用了 這是真的 那很多時候就是在 我是為了要有一個房仲啦 他說 我跟一個投資客長期合作 他很信任我 所以我跟他說 不然你把授權書給我好了 我幫你申請很多份硬件證明 那反正到時候 我幫你移轉房子比較方便 嘿 給出去就完蛋了 因為你不用本人 只要那個人拿著你的代理書 拿著硬件證明 而且期限也要抓短一點 以免被這種不孝人士利用